百年时尚新,千年翡翠琴,买A货翡翠,将微信1177-6270,计赏期内免费退换,让您花最少的钱,带最好的翡翠。 位于印尼马鲁古省以北的摩洛泰岛,是一个风景如画的地方。 如果你到这里旅游,就一定能看到一座巨大的日本式冰雕像。 但众所周知,二战期间的印尼也遭到了日本的侵略。 日本还在1942年占领印尼,在这里实行了三年的殖民统治。 那么,印尼又为何会在战后建造一座日本兵雕像呢?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,这座雕像的原型是一个名叫中村恢复的台湾籍日本兵。 也就是说,他本身并不是日本人,而是中国人。 中村恢复的中文名叫李光辉,他于1943年加入高煞一勇队后,应征来到摩洛泰岛。 1944年9月,同盟军登上摩洛泰岛,岛上的日本守军溃败逃亡。 中村恢复在混乱中与大部队失去了联络,最终落进了一片密林之中,独自再次生活了31年。 直到1974年,才被印尼政府找到签索回台湾。 这座雕像便是为了纪念他而建造的。 事实上,在印尼人心里,并不排斥日本的统治。 他们真正憎恨的是殖民印尼数百年的荷兰。 当初日军进驻印尼,印尼人夹道欢迎,因为他们认为是日本帮助他们赶跑了荷兰殖民者。 且日本对印尼的统治也有别于对其他地方。 虽然也从印尼掠夺大量资源,但日军在当地屠杀的都是华人,反而对印尼人相当友善,还帮助他们建立自己的军队。 所以,一直到今天,印尼对日本也非常友好,根本不觉得当时的占领是一种侵略行为。 2003年的一天,河南黄河边一位钓鱼老汉正打算收钢回家,但鱼竿拉起来,竟拉出一只背上插着四只剑的铁王棒。 拿给专家抗讨,专家感叹说这是无价之暴,那这铁王棒到底有何来的?